这中午就是中秋节了 不过每年的传统烤肉大概就是那样子 如果想要吃的有趣一点 可以包包生菜 或者里头夹上你喜欢的料 创意搭配也能临负担 腌制好的鸡熊肉在烤网上 滋滋作响逼出浓郁油脂香气 透出饱满光泽 中秋节少不了的烤肉好滋味 现在也有了新吃法 鸡熊肉包入生菜 加点泡菜和蒜片 淋上韩式味噌酱提味 如果吃腻传统的油腻烤肉 韩式生菜包肉成为现在中秋烤肉新首选 这是顺应中秋节快到了 对然后他有推出一个 韩式包菜的一个吃法 就是加泡菜 然后还有蒜头 然后跟韩式辣酱 强调清爽无负担 各种食材任你随意搭配 但想完创意吃法 可得避免超雷的烤肉食材 软绵绵棉花糖直接融化 黏住烤网必须拿在手上 每分每秒看紧紧 烤焦了 不管怎么烤都会烤焦 网友盘点烤肉地雷清单 豆干因为没有味道 每年都成为最雷第一名 猪血糕 鸡翅和鸡腿 也因为常常煮不熟而被点名 烤的棉花糖吧 比较不好烤 对 那就比较容易沾网 猪血糕它太黏了 它太容易黏在网子上面了 那豆干有时候你烤完 它根本就是没味道 那大只的鸡腿 你可能外面熟了 都已经焦了 里面还没熟 中秋节烤什么成为讨论话题 就是网友发文询问 到底应该带什么食材 才能惊艳全场 引起网友歪楼回复 提议带20条吐司 一人发一条 连最近很夯的大王巨族虫 也被点名 中秋楼歪之前 烤好美食先下肚 还是卡死灾 记者黄志杰 张晨远台北 采访报道